那这些明心见心的人 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看到他 好像跟我们一样吗 没什么差别呢 不一样 我们肉眼凡夫 看佛菩萨都是肉眼凡夫 那佛菩萨看我们 统统是佛菩萨 个人看法不一样 为什么 祝佛菩萨看我们自信 你自信是佛 我们看佛菩萨是不见他的性 只见他的像 除了像 所以他跟我们凡夫没两样 每一天吃饭 到外面去脱菩 你给什么吃什么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没法理解他了 他到外面脱了个多饭 这个饭不是很好吃的 可能是乞丐 人家乞丐到外面脱了一段东西 在阿含经上尝尝油 这饭什么 嗖了 坏了 臭了 乞丐很可怜 讨着这点东西 看到佛 佛有福报 这个脱了一波饭供养佛 他修佛 佛也很欢喜 当面把他吃掉 给他祝福 那这饭一般人吃不下去的 佛能吃下去 佛吃的是什么味道 天处妙供 为什么 净随心转了 乞丐那个心是这样 无的 他很脏 到佛的时候 佛身心清净 他那个东西就变成最好的东西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神通妙幽 我们看到佛 坐在菩提树下 底下菩提草 知道他说 菩萨看到了 不是的 上面有宝盖 下面金刚宝座 佛的身相不是三十二相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他看到这个 尽随心传 相有心神 我们在经论里面 看得多了 逐渐逐渐体会到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这是 乔诚如尊者 代表明心尽信 在这个经上 那就是 这个经 是一身 明心尽信的 经典 那我们这一身 确实 没有明心尽信 但是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明心尽信了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但德 见弥陀 何丑不开悟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列在第一位 让我们生起信心 对境中 生起信心 生起愿性 中文字尽信 不开悟 有不开悟 没有 那就是 有不开悟 就像 一样 的